好 接着来第五章发热 是病理生理学这门课 相对最简单的一个章节 考纲 分两节 第一节病因和机制这里 重点是大家掌握 一组名词 包括发热 过热 什么是发热激活物 什么是内生炙热源 这组名词是我们的命题点 要拎清楚了 以及发热的发病机制 再有第二节是 发热时机体功能和代谢的改变 好 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我们生理学曾经讲过的体温调节机制 体温的调节中枢 或者叫做体温调定点的位置 在这儿 在下丘脑的视权区前部 OK 英文简称的是 TOH 整个体温调节机制 我们形象的描述为 核温箱学说 或者你可以叫它 空调学说 对 我们身体的温度 谁说了算 体温调定点 体温调节中枢说了算 就像是我们空调的温度 谁说了算 遥控器说了算 当我们将遥控器的温度调整为21摄氏度 那么好 如果这个屋子里的实际温度 高过了21摄氏度 那么这个空调就开始制冷 以便是室温下降 反之 如果这个屋子的实际温度 低于了21摄氏度 那么这个空调就可以开始产热 或者叫做 炙热 使温度回升 总之 终极目的是使我们这个屋子 它的实际温度 维持在空调 遥控器所定的那个温度上 而我们机体的体温调节 也是这样的一套机制 对啊 非常好理解 来对一下 当我们的实际体温 这里说的体温 一般说的是机体深部温度 或者叫中心温度 高于 高于脑子里的那个调定点 所规定的温度 就是高过调定点温度的话 那么 我们人就会自觉弱感 是的啊 那么于是 或者说叫热明神经元就会兴奋 这个时候 就开始产热减少 散热增加 一边是体温呢 怎么样呢 回落 回落到调定点的温度 反之 如果实际的机体深部温度 低于调定点温度 那么这个时候 患者会自觉冷感 或者可以称之为 冷明神经元会兴奋 于是 会命令机体 产弱 增加 算弱 减少 这样的话 我们的体温得以回升 回升到调定点的温度 总之 终极目的 就是使实际体温 与调定点所规定的温度 相等 这是大家必须具备的胜利学基础 就是这张图 好 那我们开始 并立胜利学的部分 第一个定义 把热 因为简称Favor 对 那么它是指 由于炙热源的作用 使得体温调定点上移 而引起的一种调节性的体温升高 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OK 这是Favor 它的定义 有几个关键字 你看到了 缺一不可 第一 就是 必须有炙热源的产生 炙热源使体温调定点上调 那么为了让大家对发热这个定义 理解的更加到位 提醒大家注意 炭 发热 不同于体温升高 这两个名词 不能画等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剧烈的运动 如果你一口气跑了半个小时 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体温计 测一下你的体温 是升高的 对 甚至可以升高达到两摄氏度 然而 这种体温升高 数不属于发热 不属于 一旦你停止运动 一会儿你的体温就可以回落到正常值 只不过是因为运动 骨骼肌收缩 导致产热增加 散热减少 短时间体温升高而已 第二个主意是想 发热时 体温调节是正常调节 不等于体温调节障碍 恰恰相反 发热就是我们体温调节的一种正常机制的一个表现 要知道只有高等生物才具有这样的一个生理机制 像低等生物 比如说冷血动物 蜥蜴呀 蛇呀 鱼呀 他们的温度 身体温度都只能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不具备这种主动调节的能力 第三个注意事项 发热时的体温 是与体温调定点所规定的温度相等的 好 这里我有问题想要抛给大家 请思考并回答 告诉我是体温调定点的温度先上调 还是我们的体温先升高呢 谁在先谁在后 谁是阴谁是果 正确答案是体温调定点先怎么样啊 上调 上调后命令具体产热增加散热减少 于是体温才怎么样啊 升高 所以体温的升高在后 要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呢 我打个比方 所谓发热 就是我们体温调定点的一个主动上调 相当于我们呢 把空调的温度给他调高 好理解吧 好 下面 第二个定义叫做过热 OK 你看我故意给出了他的英文单词 就是为了让大家加以区分 因为发热和过热这两个名词就差一个字 一不小心就容易看错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过热 他的定义 过热是因为体温调节机制怎么样了 障碍了 就是我们这套体温调节的这个反射 怎么样遭到了破坏 所引起的体温的被动性的升高 这种体温的升高 是一种非调节性的体温升高 好 这是过热的关键字 OK 调节机制障碍 体温被动升高 所以 我把它比喻成空调坏掉了 空调丧失了他的调节室温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室温就会随着环境温度的 变化而变化咯 所以大家看一下 当过热时 实际的体温可以高于调定点的温度 比如说调定点并未上移 还是在37摄氏度 然而体温已经达到了40摄氏度 来我们举几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 第一种情况 散热障碍 也就是我们的体热散不出去 全存在体内了 典型的情况 一个就是皮肤于灵病 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散热器官就是皮肤 对吧 皮肤 它的温度跟环境温度的温差 是一个散热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另外就是皮肤汗腺分泌汗液 通过蒸发散热 而一旦皮肤于灵 就相当于 丧失了皮肤的散热能力 导致体温升高 还有一种情况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暑 对 因为环境温度过高 比如说我们的实际体温是 三二七摄氏度 三二七 现在我的体温是三二七摄氏度 那么如果我到室外去 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是四十摄氏度 请问 在酷暑天 三伏天 室外 是我给环境散热 还是环境给我散热啊 那就该是环境给我散热了 也就是我的体温怎么样啊 散不出去 而导致体温被动性升高 OK 这就叫做什么呢 中暑 第二方面原因叫做 产热过多 产的太多 以至于体温被动性升高 比如说甲康 咱们知道甲状腺激素 是提高机体代谢率最主要的一种激素 甲康患者机体代谢率高 就相当于这个人体 就是一个开足了马力的锅炉 对吧 生成大量的热量 导致体温被动性升高 还有一个就是癫痫大发作 对啊 就是骨骼肌在剧烈的收缩 剧烈的精卵 而我们知道骨骼肌的收缩是最主要的产热器官 这都是产热过多的典型例子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 坏掉了 就像空调坏掉了 比如说各种疾病引起的下丘脑损伤 比如说脑出血 脑根损 脑膜炎 脑外伤 只要下丘脑的体温调定点 损伤 机体就丧失了体温调节能力 OK 那我们的身体温度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好 这是过热的典型例子 而题目就是拿例子在考你 所以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住 记住这些例子 好的 下面我们来整理一下 大家看 体温身高是指的体温高过正常值 0.5个摄氏度以上为体温的身高 我们将之分为生理性体温身高和病理性体温身高 生理性体温身高 简约剧烈的运动之后 认身期机体代谢率升高 以及月经前期孕激素的作用 而病理性体温身高 分两种情况 注意啊 一个是发热 一个是过热 发热 它的原因是因为体温调定点的主动上调 使得机体产热增加散热减少 是我们机体的正常调节机制 OK 是我们生理功能的一个体现 而过热 调定点不变 然而体温调节机制障碍 最引起了被动性体温身高 鉴于这么三种情况 散热少 产热多 体温调节障碍 以及后面典型的例子 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不再重复 那么这张混同片非常宝贵 希望大家好好地消化一下 我们来做做题 这是一道B型题 第一位患者是肺炎了 对 肺部基金感染 引起了胃寒 寒占 一侧体温3940度 题目问你 此时患者体内的变化是由于什么 很明显患者在干什么呀 在发热 对吧 肺炎引起的 我们就叫他发热呀 老百姓叫做发烧 对吧 而发烧我们说过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是先是体温调定点上调 体温上调之后 实际的体温低于调定点温度 于是 机体开始产热增加 散热减少 产热增加就是骨骼肌的震颤 寒占就是骨骼肌震颤 OK 是在产热 因为实际温度低于调定点温度 所以患者自觉 寒冷 这是体温正在升高 明白了 所以第一题应该选择的是C 而第二题 快递员 快递小哥 酷暑室外工作导致中暑了 这是因为 环境温度太高 以至于体温散不出去 是体温调节障碍的一个表现 就是机体已经把所有的散热 散热机能全部调动出来了 依然没有办法把体温散出去 导致体温被动性升高 能理解吧 你可以想象 快递小哥中暑时一定是大汗淋漓 皮肤潮浑 呼吸加快的 对吧 然而体温是升高的 搞定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发热机制 或许 这部分 是让你觉得有点难的部分 前面的东西很重要 然而并不太难 下面的内容呢 有点抽象 大家可能没接触过 是我们本章的一个难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进行了极简化的处理 整个发热的过程 我给出这么几个关键环节 其中 其中的主角 整个发热机制中的一个主角 站C位的啊 我们站在C位上的是他 对啊 我把它框出来 它叫什么呢 叫做内声炙热源 英文简称是EP 我强烈建议你在这里重复三遍 读出声音来 因为等一会儿你容易混 OK 内声炙热源 内声炙热源 英文是EP EP 因为就是它 使得体温体调定点上调的 然后引起了发热的 好 然后这东西哪来呀 这个EP哪来呀 是由专门的细胞所分泌的 那么能够分泌EP的细胞 我们称之为产EP细胞 或者叫内声炙热源细胞 注意啊 这是细胞 好 那么这些细胞不是 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的 每时每刻都在产EP哈 那么能够使这些细胞 分泌EP的 这个物质 我们称之为发热激活物 也可以叫它EP诱导物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容易混 内声炙热源叫EP 发热激活物叫EP诱导物 注意哦 不要混 混淆 所以做题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对 发热激活物可以促使 产EP细胞 分泌EP 然后是体温调定点上调 然后体温升高引起发热 这是一个极简版的发热机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烤点在哪呢 好 我们需要大家知道 发热激活物有哪些 我把它框出来啊 所以蓝颜色框起来的和黄颜色框起来的 是我们可以命题的一些命题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发热激活物有哪些 根据来源 我将之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 这里的外源性发热激活物 我们又称之为外置热源 注意啊 各位大家看 这叫外置热源 这个叫内置热源 请注意 它二者不是并列关系 OK 而是因果关系 是先有外置热源 作用于产EP细胞 然后才能生成内生置热源 也就是EP 搞清楚这个关系了吗 好啊 那么这些外源性的发热激活物 或者叫外置热源 有哪些呢 看一下 就是各种病原微生物 包括细菌 病毒 真菌 螺旋体 blbl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内源性的发热激活物 它包括 其实这些内源性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自己体内的一些产物 包括 抗原抗体 符合物 哎 对 对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炎症 也可以引起发热 比如说风湿 也可以发热啊 对啊 系统性红斑狼疮 等等 就是抗原抗体 符合物引起的 发热 还有一些坏丝组织 只要我们体内有坏丝组织 那个地方就有炎症 然后那些炎症介质 就可以促使 产EP细胞分泌EP 然后引起 发热 还有一些激素 好啊 那么这样我们介绍完了 发热激活物有哪些 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产EP细胞 也就是产内生制热源的细胞 有哪些 看一下包括 胆核巨式细胞系统 内皮细胞 这里说的内皮细胞 指的是血管内皮细胞 淋巴细胞 肿瘤细胞 等等等等 所以不用死机应备 这些细胞 我们只是从功能上来讲 在发热的这个机制 功能上来讲 称之为产EP细胞 因为它们都可以 分泌以及产生 内生制热源 也就是EP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EP 这些内生制热源 都有哪些种类 好 一起看一下 包括白细胞介绍1 英文简称是ILE 肿瘤坏死因子 英文简称是TNF 干扰素 英文简称是IFN 白细胞介绍6 英文简称是IL6 以及巨石细胞炎症蛋白1 英文简称是MIPE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 达尔伊喵 这些带数字的 就这些东西 都属于EP 都属于内生制热源 都可以进到中枢 使体温调定点 上调 然后引起发热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干扰素 像一些病毒性的疾病 给了干扰素之后 患者可以发烧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经验吗 好的 OK 完成 接下来我把整个的发热机制 给大家全部调出来 请观察我这张幻灯片 在考试的时候 命题重点 就在这些 你要区分开 好吧 比如说当我说细菌病毒真菌 这些的话 你要知道 它们属于发热激活物 或者叫EP诱导物 或者叫外源性制热源 简称外制热源 当我说白界1 主流坏死因子 干扰素 白界6什么的 你要知道它属于EP 只有这些 EP 也就是内生制热源 才能穿过学脑屏障 进到中枢 到达体温调定点 使体温调定点上条 OK 所以它们之间 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逻辑关系要捋清楚了 否则的话 特别容易搞混 然而 命题的重中之重 是这里 那就是 外源性的制热源 这些病原微生物 它的 炙热成分 然后我们挨着来看 哦 我这里呢 放了一张 很漂亮的图片 就是在 演示 整个的发热机制 我们来对一下 首先是要有发热激活物 或者叫 EP诱导物 作用于 产内生制热源细胞 或者叫产 EP细胞 然后由这些细胞 生成 EP 也就是生成 内生制热源 这些内生制热源 可以进到中枢 作用于 体温调节中枢 于是 体温调节中枢 得到这个 EP次击之后 调定点发生上调 比如说调定点 从原来的37 上调到39 好 一旦体温调定点上调了 那么接下来 中枢就开始命令 产弱增加 所以患者会出现 寒颤骨骼节的震颤 散热减少 所以患者会表现为 皮肤黏膜血管收缩胃寒 OK 最终是体温怎么样呢 回升 这就是整个的发热过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最喜欢考的一个点 那就是发热激活物 EP诱导物 尤其是这些外制热源 具体来说 这些外制热源 就是这一堆病原微生物 我需要你先把这两个 务必记住 前两个 务必把它禁一下 你先来看一下 最常见的制热源 是葛兰氏阴性细菌 所产生的内毒素 这是最最最常见的 其次 是葛兰氏阳性细菌 所产生的外毒素 这两个不要记穿了 所以 我的技巧是这样记的啊 就是内心 很阴暗 所以葛兰氏阴性细菌 产生的是内毒素 好吧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就是 外向性的人 就是外向性性格 性格非常的乐观 阳光 向上 外向性性格性 非常的阳光 乐观 向上 积极向上 OK 这是我的技艺技巧 或许你有更好的办法 当然还有病毒 以及其他的病原微生物 挨着看一下 葛兰氏阴性细菌 它的制热成分 其实整个细菌的全菌体 包括细菌裂解之后的菌体碎片 都可以制热 然而 最最主要的制热成分 是葛兰氏阴性细菌 细胞壁上的一个成分 我们叫它内毒素 英文简称是ET 随亲注意咯 ET哦 一定要跟我们前面说的EP EP啊 想区分 EP叫什么 内制热源 可以进到中枢去的 而ET是外源性的 外 就是发热激活物 OK 它是发热激活物 另外就是你看 内毒素 来自于 葛兰氏阴性细菌 内性很阴 好吧 那么其中这个内毒素 它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呢 是一种脂多糖 脂和多糖的一个符合物 英文简称是叫LPS 这个英文简称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 这个LPS 我们在临床上 就是我们嘴里俗称的 脂质A 所以各位啊 这三个是一回事啊 无论你管它叫内毒素 ET 还是叫它脂多糖 LPS 还是叫它脂脂A 都是一个东西 好吧 一个东西啊 就像那我 有人叫我 蒋老师 有人叫我景晴 也有人直接叫我 是吧 小井 都是果 都是这一个成分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浪费这么多时间 这么隆重的介绍这个内毒素 就是因为看一下 它的生物学特性 分子量很大 水溶性又高 所以它是绝对不能穿过血脑屏障的 然后它的耐热性相当的高 看一下 细菌的内毒素 需要160摄氏度 干若两小时方可灭活 所以它的 它在自然界灭不掉啊 它在自然界广泛存在 而且炙热性 炙热活性非常的高 因此产生了下面两个最字体 注意啊 它的特点就是 内毒素 是最最常见的外源性炙热源 也可以叫它 外源性的发热激活物 好吧 最最常见 比如说 它是血液制品 或者是输液过程中 引起发热的主要污染物 因为它在自然界广泛存在 哪哪都有 只要进到体内 就能引起发热 所以我再次强调 这张幻灯片 是五星级烤点 是 五星级烤点 后面这些东西呢 大家呢就是 简单的记记就好了啊 比如说格兰式阳性细菌 像 像金黄色泡澳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等等啊 这些格兰式阳性细菌 它的制热方式是 整个的全菌体 包括菌体的碎片 以及活的细菌 合成和释放出来的东西 我们叫它外毒素 外相性性格 一般都很阳光 对啊 以及细胞弊重的太聚糖 所有细胞弊重的太聚糖 无论是格兰式阳性菌 还是阴性菌 都是发热激活物 这个是最主要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 想想 如果我有抗菌药 把这个格兰式阳性菌杀死了 我把它杀死了 细菌已经死了 那么它就不能再产生外毒素了 所以抗生素 用于格兰式阳性菌感染 是可以迅速推烧的 然而 回来看这个格兰式阴性菌 格兰式阴性菌的内毒素 来自于哪啊 是来自于细菌的包壁上的一个成分 你即使把这细菌杀死了 那么它的菌体碎片上的这些内毒素 照样可以制热 所以这个烧很难退 单用抗菌药 往往不能很好的 很快的起到退死潮的效果 下就是病毒 病毒的制热成分来自于病毒的包膜 有包膜病毒 是具有制热性的 准确的说 是它包膜上的脂蛋白 和包膜上的这个血凝素 其实就是细胞膜上的一些 大分子的蛋白 再看真菌 真菌的制热成分是它的全菌体 尤其是菌体中所含有的那个加莫多糖 以及大分子的蛋白质 好 下面是螺旋体 这里又分什么钩端螺旋体 回归热螺旋体 眉毒螺旋体 放心 这部分的细节呢 我就不难为大家一定背过了 总之你知道 各种螺旋体 也是可以引起发烧的 就OK了 下面是虐原虫 虐解大家熟吧 打柏子病啊 忽冷忽热的 对啊 那么原因就是 这个虐原虫进到人体之后 会藏在红细胞里面 开始生孩子 就是开始发育繁殖 繁殖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呢 就会把红细胞给撑破了 对 所以里面大量的这个裂脂子 以及虐原虫的代谢产物 就是它产生的那些个排泄物 很垃圾 比如说虐色素 释放乳血就 引起一阵的高热 体温正在升高的时候 就会特别的冷 寒占嘛 牙关紧闭寒占 等体温升起来了 升到体温调定点了 它也就不寒占了 那个时候开始弱 然后接下来 伴随着大量的出汗 体温退下去了 一会又来那么一阵 所以就忽冷忽热 是其特点嘛 对 典型的打柏子病 虐原虫 好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 外圆性的发热激活物 好吧 接下来我们介绍 内源性的发热激活物 也可以叫它一批诱导物 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些个产物 有哪些呢 需要把这三个记下 包括我们一些 抗原抗体的复合物 我说了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风势热的时候 会引起发入 系统型呼吸弯狼疮 等等的自身免疫系统 引起发热 就是抗原抗体复合物 所引起的 还有一些肋骨醇 准确的讲是一些肋骨醇激素的代谢产物 是有制热作用的 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高铜 高铜我们知道是雄激素 雄激素的一个中间代谢产物 它叫粉胆晚纯铜 你这名字挺别扭啊 粉胆晚纯铜 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对这个名字要有个影响 OK 据说 这些激素代谢产物 引起的发热 可以解释我们体温的一个 生物性的 是它的生物规律 但是目前还并不是特别清楚 第三 就是体内组织的大量破坏 换句话讲 就是只要体内有坏死组织 就会引起炎症 而这些炎症介质 炎症因则 就可以作为发热激活物 引起发烧 比如说 大面积的心梗 心脏上死了一大片 大手术 大的手术就意味着大的创生啊 X线 等等吧 只要体内有坏死组织 就可以引起发热 好的 刚刚我们讲的是 外源型的发热激活物 它的目的进到体内之后 是我们体内的细胞 生成内置热 也就是生成EP EP的种类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不再重复 然而我再次提醒大家 这些内身至人员 最终是要进到脑子里去 也就是穿过血脑屏障 到达下丘脑的体温调定点 才能起效 所以它们是怎么进中枢的呢 来看一下 EP进入中枢的方式 两招 第一招就是直接过血脑屏障 就横着我就过去了 对 因为它们呢 大多数分子量非常的小 小分子脂溶性物质 或者 在下丘脑那里 有专门的一个后门 对 就是开了一个 为这些内生致热源 专门开了个后门 就是有专门的一个结构 允许内生致热源的进入 这个结构就叫做 下丘脑中板血管器 这是一个名词啊 就进去了 好 搞定 刚刚我们讲了一大堆的各种因子 各种物质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它们的这个逻辑关系 这道题就问你 下列不属于发热激活物的是哪一个 不属于发热激活物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白接一 白接一是什么呀 白接一就是EP呀 就是内生致热源啊 对吧 对答案是一 而前面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前三个是外源性的发热激活物 而靠越抗体复合物是内源性的发热激活物 它们都属于发热激活物 或者是EP诱导物 据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哈 OK搞定 我的解析 再来一题 输入血脂品引起了发热 问你最常见的炙热源是什么 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耐热性非常高 特别容易不容易破坏的 是什么 是那个内毒素啊 英文简称是ET 也可以叫它LPS 也就是脂多糖 它 160摄氏度 干热两个小时才可以被灭活 所以在自然界广泛存在 是最最常见的发热激活物 好吧 对答案是 来自于葛兰氏阴险细菌 比如说大肠杆菌什么的 是我的解析 下面接着来 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体温调节中枢 它的工作机制 其实体温调节中枢呢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了两个区域啊 我们分别称之为正调节中枢 与负调节中枢 正调节中枢 就是您非常熟悉的那个 视前驱下丘脑前部 英文简称PUKH 所谓正调节 指的是 实体温 升高的中枢 所谓负调节 位置在于中心人核 腹中格 以及公状核 然后 所谓负调节 就是实体温 下降的中枢部位 在这里呢 有冷明神经元 以及热明神经元 我们的体温 实际体温 低于调定点温度 那么具体就会觉得冷 也就会刺激冷明神经元 而冷明神经元 感觉到冷之后 就会促进 散弱 反正 当我们的实际体温 高于调定点温度的话 就会刺激热明神经元 我们主观会感觉到弱 热明神经元兴奋 就会促进散热 来具体来说 整个正负调节中枢 他们的工作方式 就是这张示意图 你先看一下 EP 叫什么 内生炙热源 对吧 简称内炙热源 比如说白结衣 这些炙热源 进到中枢 穿过悬导屏障 到达中枢之后 将分别作用于 正调节中枢 和副调节中枢 副调节中枢 我用辅中格区 作为代表 然后正调节中枢 就会分泌正调节中枢 或者说产生很多的 正调节节制 使体温怎么样啊 升高 加号就是 使体温升高的意思 这体温升高 而辅中格区 作为副调节中枢 它的作用是 产生各种副调节节制 副调节节制 是它的生理意义 是让体温升高 但不至于太高 这就是我们的体温 为什么不会 无限制的升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家体温计 它的最高温度 是不是也就 42摄氏度啊 这就是 副调节节制 它的价值 使体温不至于 无限制的升高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正调节节制 有哪些呢 不调节节制 又有哪些呢 又出来一大堆的东西啊 没办法 这就是病例生理学 一起看一下 正调节节制 大家最熟的就是它了 前列腺素E 耳熟吧 对 它就可以是体温调定点 上调 引起发烧 而大家最熟悉的退烧药 比如说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 我叫它阿斯门啊 它是一个门派 阿斯门 阿斯门派下 比如说有 普瑞西通 也就是对线积分 有布洛分 有银多美心 双氯分酸 塞莱西波 尼美树立 这些都是阿斯匹林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作用 这就是抑制 前列腺素合成酶 或者叫抑制 荒原化酶 好吧 总之就是减少 前列腺素这种 正调节节制的生成 没有了前列腺素 体温调定点 就可以不上调 体温就可以不升高 换句话讲 就是让发烧的体温 会降到正常值 明白了 这个是大家最熟的 其他的可能有点陌生 除了前列腺素亦之外 可以使体温调定点 上调的 正调节节制 还包括 醋皮质激素 释放激素 CRH 这个回头我们讲了 印机之后 回头我们讲了印机 下一张印机之后 你会对它非常熟悉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可以调节 情绪反应 还有就是 华林森性肝 中枢的钠钙比值 以及一氧化氮 这些都是可以使体温升高的啊 体温升高的正调节节制 好 然后 副调节节制比较少 包括 金氨酸加压素 黑素细胞 刺激素 以及 纸皮质蛋白液 这些大家都没见过 他们呢 是 使体温怎么样啊 不至于 无限制的升高的 就不让体温 无限制的升高 我们称之为 副调节节制 叫 精黑脂 纸黑精 黑脂精 对 好 搞定 好了 那么 再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是 发热的十项 其实 就是 发热的整个过程 我们人为的 把它分为了三个阶段 分别是 一开始的 体温上升期 以及 高温的持续期 也可以叫它 高峰期 再接下来 体温下降期 也可以叫它 退热期 好 整个过程 如图所示 一起来看 这就是 整个发热过程的 三个十项 首先 第一个十项 就是 体温上升期 高峰期 退热期 请看图 注意啊 那条黑色的虚线 是体温调定点的 一个变化过程 而红颜色的 这条虚线 是我们实际的体温 大家观察一下 我们的实际的体温 是不是围绕着 体温调定点 在发生着一个波动啊 对 所以一定要记住 体温调定点 是先发生改变 随后我们的体温 才跟着发生改变 比如说 来看第一个十项 第一个十项 也就是体温上升期 横坐标是时间啊 横坐标 是时间 Time 大家观察一下啊 是不是黑色的虚线 先发生了上升 也就是体温调定点 现在发生了上升 随后 我们的体温 才跟着上升 调定点 维持高水平的时候 那么 我们的体温 围绕体温调定点 在一个高水平 达到平衡 看 之前 比如说 他们在 37摄氏度 达到平衡 在高峰期的时候 其实 就是体温调定点 和实际体温 在较高的水平 达到平衡 比如说 此时体温调定点的温度 是39度 好吧 那么实际的体温 也是39摄氏度 OK 那么再接下来 看 当进入退热期的时候 依然是体温调定点 先发生了下调 然后体温 紧跟着 才开始发生下降 这就是整个的发热过程 我们来捋一下 体温上升期 先是体温调定点升高 这个时候 体温 实际的我们身体温度 还没升起来 所以体温调定点的温度 高于 实际体温的中心温度 我们把刚刚所讲的内容 整理一下 看体温上升期 因为是先体温调定点升高 比如说 体温调定点已经调到了39 然而实际体温还没升起来 比如实际体温还是37 所以调定点温度 高于中心温度 此时 就会刺激我们中枢的 冷冰神经元 对啊 我们主观会感觉到冷 寒沾 然后呢 冷冰神经元会促进 产热增加 散热减少 也就是具体处于产热 多于散热的状态下 此时对应的临床表现呢 就是盘沾皮肤苍白 注意 所谓皮肤苍白 原因就是发生了皮肤 皮下小血管的收缩 这样就可以减少皮下血流量 这样就可以降低皮温 OK 皮温降下来了 那么散热量就会减少 因为散热靠的是皮肤温度 和环境温度的温差 温差越大 散热越多 体温降低 体温啊 降低 所以散热减少 后面的寒颤和鸡皮疙瘩 寒颤是因为骨骼肌在震颤在收缩 而鸡皮疙瘩其实是树毛肌在收缩 这些肌肉的收缩其实是在干嘛呀 就是在产热 就是在产热 对 通过产热时体温升高 目标调定点温度 当体温真正升到调定点温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就不再寒斩了 我们接下来看高温持续期 也就是高峰期 此时调定点是升高的 然而调定点的温度 与中心实际体温 大约相等 比如说调定点是39 实际体温也是39 所以 体温 和调定点在较高水平上达到平衡 此时我们体内热代谢的特点是产热约等于散热 然而毕竟现在体温是高了的 所以患者此时的临床表现是自觉酷热 脸红 自己又觉得脑门 特别烫 对吧 但这个时候寒战已经停止 是因为产热已经停止了 就是大幅度的产热已经停止 然而因为体温升高 代谢率仍然很高 皮肤发红和干燥 是因为 其实此时已经开始出现散热反应 或者说因为体温太高了 会使得皮下小血管扩张 皮下小血管一扩张 就会发红 然而现在还没有开始散热 所以还没有出汗的表现 所以呢是干燥的 皮肤是干燥的 对 这是高峰期 再接下来体温下降期 就是退热期 注意啊 此时调定点已经发生了下调 比如说调定点已经下调回37度了 然而中心体温还没来得及降 比如说还在39摄氏度呢 所以此时热敏神经元兴奋 使得体内热代谢的特点是 产热减少 散热增加 也就是产热小于散热 对应的临床表现是患者皮肤潮红 红就是皮肤血管进一步的扩张 对 皮下血流量丰富 皮下血流量增加 比如说动静脉短路开放 使得皮温升高 就是短时间 就是单位时间流经皮下的血流量多 所以皮温高 而皮温升高 皮温与环境温度的温差加大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辐射传导对流 等等的散热量 此时患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出汗 甚至于大汗淋漓 衣服能给湿透了 被子能给捂透了 这其实是在出汗通过蒸发进行散热 那么因为大量出汗 那么就容易丢失体液以及电液解质 有可能导致脱水电液解质紊乱 搞定 所以到这为止 关于本章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已经讲完了 最后一部分非常简单 发热时机体代谢与功能的一个改变 先看代谢 体温每升高一个摄氏度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升高13% 所以它会加快机体代谢 就相当于我们人体 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反应炉 功率加大 火力全开 对啊 油门加大 三大物质代谢 大家看一下 无论是糖代谢 脂代谢 还是蛋白质的代谢 都是分解代谢增强 糖尿分解 脂肪分解 蛋白质分解 对啊 总之分解大于合成 分解大于合成 这就是为什么 长时间的发热 是对机体的一个消耗 就像是一个锅炉 这个锅炉这个 啊 这个 开达功率 那一定消耗的燃料非常多 所以要注意补充营养 表现为血糖升高 同体升高 不但平衡 同时我们说了 会脱水啊 会到水 维生素 微量元素 都会导致一个消耗 会导致脱水 电节质紊乱 以及维生素的缺乏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补充 水和电节质 以上是代谢的改变 接下来看各器官的功能 这么说 因为体温升高 使血管扩张 所以 罗内压升高 引起头痛 头晕 失睡 瞌睡 发烧的时候会困 幻觉 小儿 尤其是6到12个月的小儿 体温过高 可以引起中枢神经 兴奋 异常放电 引起高热 惊觉 免疫系统 注意啊 发热 它的积极意义 就在于 调动机体的 免疫系统的活性 因为 在生物化学上 大家应该学过一个概念 叫 最适温度 我们体内 酶 作为一个化学反应炉 各种酶 它的最适温度 大都在 38摄氏度左右 所以体温一定程度的升高 可以提高体内酶的活性 也就是 通过各种 免疫条件因子的生成增加 来增强各种 吞噬细胞的杀菌能力 包括 调动机体的 急性气蛋白 比如说C氧氧蛋白 生成增加 换句话讲 具体防御率增强 所以发烧是一件好事 不是谁都烧得起来的 比如说 艾滋病患者他就烧不起来 因为他没有这套机制 再比如说 这个免疫制的患者 想用着免疫制剂的 长时间用着糖米氏激素的 根本就烧不起来 别忘了 发烧是高等动物 才具备的一种生理机能 消化系统 因为胶感神经此时是兴奋的 所以胶感系统对消化系统是抑制的 表现为消化液分泌减少 胃肠道蠕动紧 若患者会没胃口 不想吃东西 循环系统 注意啊 体温升高会升高血温 要知道血液的温度升高 可以直接刺激 心脏里的豆芳节 兴奋心脏 使豆芳节兴奋 同时 因为此时患者处于疾病状态下 启动了应激反应 胶感神经是兴奋的 胶感身上线随着系统兴奋 释放去甲身上腺素和身上腺素 也会兴奋心脏 对发烧时的心脏表现 精率加快 收缩力增强 这其实是机体的一个代偿啊 轻输出量增加 因为这个时候机体代谢率加快啊 需养量增加 对吧 或者是耗养量增加 所以循环 必须及时的 满足机体需求 运输养和营养物质 这是机体的一个代偿 然而 然而 如果患者本来就有心脏病 本来就有冠状冠性病 那就有可能诱发心脚痛 经济梗死 甚至心衰 再看呼吸 同样当血液的温度升高 血温升高 可以直接刺激位于 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那里的 呼吸化学感受器 从而直接兴奋呼吸中枢 不止如此 因为患者处于高代谢状态下 所以必然会有各种 酸性代谢产物的生成增多 比如说糖代谢的乳酸 脂代谢的各种 铜酸 乙线乙酸 β腔定酸和铜 导致 带酸 就是代谢性的什么 酸中毒 那么酸中毒的氢离子 我们知道 氢离子可以直接刺激化学感受器 兴奋呼吸中枢 总之发烧时患者的 呼吸系统的表现 就是加深加快 然后 战狼二 是吧 在非洲感染了 埃布拉病毒正在发烧 然后它的表现 呼吸 加深加快 在喘气 当然 这样的一 也是具体的一个代场 因为具体代谢率升高啊 需要更多的氧 所以通过呼吸 增加氧的摄入 好的一面 呼吸 加深加快 还是可以通过呼吸 散热的 就像 狗 天气热的时候 狗怎么散热 我就不模仿狗的那个动作了 大家自行脑补 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 呼吸过度的加深加快 会导致血液中二氧化碳分压的下降 引起呼吸性减中毒 好 那接下来是防御功能的改变 就是人们对发烧 往往是有一种 不合理的认知 认为发烧就代表有病 有病就得治 所以烧了就得退烧 然而 作为专业人士的我们 懂得 把并不是所有的发烧 都要退烧的 发烧其实是机体防御的一个体现 对 就是机体防御机能的一个 一个部分 所以 体温的升高 事实上对机体是有利 有弊的 比如说 它 体温升高 对机体的抗感染能力 抗肿瘤能力 以及 这个整个防御机制的调动 整个免疫反应的启动 都是有影响的 然后后面大家看我给出来的是既有向上的箭头 也有向下的箭头 就是既可以增强 亦可减弱 那到底是增强 还是减弱 那是要取决于发热的程度 以及持续的时间 中等程度 短时间的发热 力大于弊 对 因为它可以很明确提高宿主的防御功能 比如说感冒引起的发烧 烧个三二八度五 用不用退伤 不用 此时意味着机体正在跟病毒打仗 正在清除病毒 体温升高 是机体战斗的一个表现 所以如果此时把体温降下去 其实是降低了机体的抗病毒能力的 OK 然而 然而 长时间的高烧 或者是慢性发烧 烧的时间很长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发热是对机体的一种消耗 再说一遍 发热是一种什么消耗 OK 这个时候 就是B大于力了 会产生不力的影响 在这种认知下 我给大家补充一部分 这一部分 你们书上没有给 然而 我觉得讲到这儿 才算是把课讲到了位 不然的话 总是飘在空中 纯理论 也就是发热的处理原则 请看 对于一般性的发热 只要患者机体能够耐受 只要不是特别难受 不急于退热 让它烧着 这是好事 这是有明确的一个临床案例的 就是患者诊断肿瘤了 多种化疗药无效 后来 莫名其妙 烧了一场高烧 烧完之后 肿瘤明显缩小 能理解吧 反而延长了生存期 OK 所以不要急于结弱 不解热不代表不治疗 发烧的时候肯定是要治疗的 怎么治啊 做好护理 比如说要多喝水 多喝温开水啊 然后要注意休息 多睡 OK 这就是注意补充水和电解质 这是我们建议发烧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处理 然而 有些病例 一旦发烧就必须及时的去处理 因为它烧不起 要不然就是体温太高了 一般当体温高过39摄氏度的时候 必大于力的时候 需要 轻微的退退烧 不要 没必要退烧过猛 再有就是这些人 就是烧不起的 心脏病的烧不起 日日生期 妇女一发烧会导致培胎的一个 会把培会烧流产的 因为体温升高会影响培胎分裂 以及本来就已经是 油井灯窟的患者 它更加烧不起 好 讲完了 最后我们做一道题 看高热时机体的变化 哪像是错误的 还是看 呼吸加深加快 正确 心率加快 心肌收缩力增强 正确 代谢加快 正确 然而大家看 代谢的确是加快的 唐鸯是合成吗 恰恰相反 唐鸯是什么 分解 我们说三大物质代谢都是分解 大于合成 因为发烧是一种消耗 第一 导致脱水电解之稳乱 断 食于减退 那差 这都是对的 这是我给的解析 记住 分解 大于合成 我记得一次面授班上 有考生问我 说九老师 啥是分解 啥是合成 这个我不太懂 这样 分解 就是花钱 合成 就是挣钱 这样好理解吗 对 分解就是消耗我们自身物质啊 OK 完成 完成